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UT他不是去购物 而是跑去超市求人收留 还问老板是否认识Jack Chen 爆料还称 吴卓林已经和女友流落街头 当时还拿着一个湿被子 看完网友纷纷爱他成龙 你的女儿在找你 快去帮帮他吧 太可怜了 看着小龙女沦落街头 且只能感叹 流着龙四的血 却没有龙四的命啊 虽说丽颖休假了 但我们依然想他 是的 没错 将在我带用库全网首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 昨天光威终于对外放出了手版篇花 等了这么久 终于有消息了 不仅第一时间 演员们演技就被拉出来评论一波 银宝一如既往的好 会冻得名呀 男一男二两位公子也是备散哭戏戳心 恭喜冯说 终于可以拿下演技油腻的标签了 而作为正午阳光门下又一良心之志 除了原生好评 不再是耳熟的那几个 古色古香的浮化道 年代感厚重的流水席 阴韵幽远的配乐 以及很久没见过把规格日常生活拍出来的古装剧 怪不得有人说了 简单素雅 倒有种红楼的质感 这剧就是证据 不是古偶吧 要说到网友们看完预告后的反映 有人就说了 这应该是知否女主婚前的片花 婚后应该还有一把 因为小说里的男主孤儿 明明是为放荡叛逆的豪门公子哥 加油意道扬的心机腹黑男 可片花里冯书居然变成了热心肠暖心大叔 为情不顾一切 貌似还帮助男儿追女主的大暖男 我们期待婚后片花 咱们就在这坐会儿 就这么谅了他 他就能伸然而退了 我是不会伸然而退的 他的终身就在你一念之间 想着让父亲母亲替我去求亲 把这世上遇造 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 相比之下小赵这段出嫁之前 对未来期许 对家人不舍 眼含泪花的表演 直戳中我心 要知道女主明兰的奋斗时 和我迎保温婉 全部柔弱的气质完全符合 说了这么多 作为每个顽固子弟背后 都有一个超级精彩的宅斗故事 作为迎保和冯叔这对 无缘对面不相逢的CP典范 外加题材新养 太阅出彩 制作精良的电视剧 让我们动动手翻一翻 能录到什么时候 啊 78级 好吧 我不知道 建议盈保你休息一段时间 是不是可以出来跟我们讨论讨论 这部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了 毕竟正午还在给各大剪辑手提供精良素材 记得锁定我早八点 坐等张开昼导演的 在我戴优酷上的各种空间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有拆穿的放年猛料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宝强马荣的离婚大戏配角更难力气 马荣该扔的铁粉 左早发布说马荣没出轨 因为宝强从有证据到发声明 都没和马荣沟通 手机也在马荣手里 宝强没法发现记录 寡友们立马上线argue 法院判决了解一下 你说有证据 实锤上一上 谁知这位直接说 我的逻辑就是证据 我就证明了马荣没出轨 相信幽姐 花有的严格 绝对偿乎你的想象 拿不出证据就想洗白 做梦的吧 你谁啊你就证明没出轨 你跟旁边看着啦 主角们的戏码幽姐都应接不暇 哪有空里这种蹭热毒的菜机 只能说 确认过新闻 是不想看的人 昨天下午 久违的杨幂终于公开亮相谋活动 杀质漏肩蛋糕裙 明显看得出销售了不少 然而比起大秘密的香肩玉腿 空气刘海却成功抢到了C位 分分钟登上热搜榜第一 然而除了大批被美蜜迷晕的粉丝 也有不少网友对发际线的耿衣有危险 调侃着光秃秃的额头 哪来的勇气留这样的刘海 看了未修照真的有点妥 城里二压回村即时感 行了行了 有这发酸话的功夫 不如去厕所关系一下哭晕的汪峰 家庭生活欢乐多 男神被抱爱索吻 日前林欣如参加活动时 爆料老公霍建华在家经常会撒娇 哪年老干部竟然还有这一天 原来是物理华哥已经彻底沦为女儿奴 为了让闺女多来一个摸摸哒 不惜撒娇卖萌求亲亲 这么踢爆老公酒事 我华哥不要面子的呀 But虽然谈及自家八卦无压力 但一说到别人家的风波 汐如妈妈可是超级俩 被问起琼瑶小三事件时 林欣如立刻笔虚 喊话 晚辈不要评论 这高情商的机智回应 尤姐也要比个大拇指啦 在我大优酷全网独播的《这就是街舞》中 各位街舞大神个个显神通 然而人无完人 在这周六即将隆重上线的街舞大神黄景行 竟然说自己会输给小P老师 小P跳的是比较偏向 女孩子那种比较性感的东西 我应该跳不来吧我觉得 我昧不起来说吧 我就喜欢酷的 我喜欢帅一点 如果说妩媚是黄景行的软肋的话 那么能帅气 能搞怪 能风骚的娘娘 岂不就是完美吗 我玩家啦 他真的玩家啦 如果我生 就不够吧 就你去唱歌 他就唱歌 他唱歌 然后跟小P就 你跳舞真的很厉害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了 我和李文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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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舞真好听 对对对 我唱歌不太好听 所以哈姆很多人说我幸福也跳舞 你走了一条正确的路 耶 应该是正确的路选择了我 解平衡了 上帝果然是公平的 不过没事 幸好这周六这就是街舞半决赛 亮亮不唱歌 黄景行要跳舞 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聪哥最后给自己做一个广告 不要关不要关不要关 首先这就是铁甲越来越好看 另外山东卫视超级品牌观 从这周六开始播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不见不散 多云不怕落雪也不怕 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 能够见到他 可以日日见到他面 多云不怕落雪也不怕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 若你见到他就劝他回家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 若你见到他就劝他回家 这世界很酷